大家好 歡迎收看江西衛視經典傳奇 我是幻知 去河南洛陽旅遊 很多人會選擇去一趟蒙京縣的鐵蟹村 一來是因為這裡的羊肉湯非常鮮美 全國有名 二來是要看一看這裡一座獨特的陵園 那就是畫面上這座陵園 從規模上看 這是一座氣勢恢煙的陵園 它整個成長方形 由神道陵區和寺院組成 佔地達到6.6萬平方米 其中 牧種位於陵園的正中 高17.83米 周長487米 氣勢極為壯觀 再看周邊 雀門 巍峨 神道寬闊 時刻淋漓是悲結参差 古百森然 儼然一派地靈氣象 那麼這是誰的靈寢呢 民間相傳 這是東漢開國皇帝 漢光武帝劉秀的靈寢 又稱元靈 你可能注意到我剛剛用了一個詞 叫民間相傳 為什麼是民間相傳呢 這裡先講一故事 說公元57年 輝煌一世的光武帝劉秀 躺在病床之上已經不醒了 病入膏荒 行將就木 他把兒子劉莊 也就是後來的漢明帝 叫到床前 做最後的註託 說什麼呢 兒啊 我死之後 你千萬不要把我埋在芒山 一定要把我葬到黃河下面去 劉秀是這麼說的 但是 這卻並不是他的真實遺願 為什麼呢 這裡咱們有必要介紹一下芒山啊 芒山也叫北芒山 位於洛陽城的北邊 是秦嶺的漁脈 走進芒山 你會發現這裡跟別的山很不一樣 什麼不一樣呢 山上是焚蓮焚木連木 靈蓋靈啊 古墓之多 堪稱中國之罪 有多少古墓呢 大的小小將近上萬座 而且這裡還是中國歷史上 帝王靈寢最多最集中的地方 已經探明的地靈就有24座 那麼你肯定要問了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選擇要葬在芒山呢 因為古人看中風水啊 從古代風水的理論角度來看 芒山不僅風水好 而且還不是一般的好 好在哪呢 它北林黃河 山勢雄偉 葬在芒山呢 就可以達到枕山登河 這個古人最崇尚的風水標準 另外 除了靠山面水 這裡還有一個特點 也特別符合風水說 叫什麼呢 叫做藏風聚記 總之啊 芒山自古就是人們最為理想的銀墳之所 人稱中國第一風水寶地 所以民間一直說 生在蘇航 藏在北芒啊 這才是人生最大的圓滿 關於這一點 古代不少的文學大家 在他們的詩作裡邊也做了印證 比如唐代文學家韓玉在鄭甲島的詩中就寫道 孟嬌死葬北芒山 從此風雲得讚賢 唐代大師人白絮毅也在浩哥行當中寫道 賢與貴賤 同歸近 北芒種墓 高挫額 唐朝詩人王健在北芒行當中更是寫道 北芒山頭少賢土 盡是洛陽人舊墓 舊墓人家歸藏多 堆著黃金無買處 這些詩說的都是芒山墓葬的盛況 所以 光武帝最終的遺願是自己將來 葬在哪裡 當然是芒山 那麼問題來了 既然希望自己葬在芒山 可是劉秀去世之前為什麼要對兒子說 自己死後要葬在黃河底下呢 相傳 這是因為劉莊一生都在跟他作對 劉秀擔心自己的意願不被尊重 所以故意要求把自己葬在黃河裡邊 他希望以這種說反話的方式 來達到自己歸葬芒山的願望 那麼這種說法可不可信呢 說實話 有一定的可信度 為什麼呢 因為史料記載 劉秀在世的時候 劉莊的確屬於那種極度叛逆的孩子 劉秀讓他朝東 他偏往西 劉秀讓他招狗 他偏鬥雞 從來就沒怎麼聽過話 那麼說到這兒 相信有朋友會有疑問了 什麼疑問呢 前面說了 劉莊是漢明帝 東漢的第二個皇帝 他那個地位哪來的呢 當然是劉秀指定繼承的呀 問題就是 既然劉莊這麼叛逆 劉秀說什麼他都反著來 那麼劉秀為什麼還要指定劉莊來繼承地位呢 對吧 如果說劉莊是獨子 那沒辦法 可是劉莊並不是獨子 實料上寫得很清楚 劉秀共生了11個兒子 劉莊排行第四 那麼既不是獨子 也不是長子 那為什麼劉秀最終還是會指定劉莊來繼承地位呢 關於這個問題 其實咱們得先說另外一個問題 那就是 歷史上的劉秀到底是渣男還是情聖 這個問題有點八卦 怎麼回事呢 眾所周知 劉秀是漢高祖的九世孫 這可是實話 可是說實話 到西漢末年的時候 這個身份已經不值錢了 為什麼呢 因為經過九代繁衍 高祖的後裔已經遍佈天下 雖然很多人仍以皇族自居 但是已經沒有任何皇族特權了 他們其實已經是不移平民了 劉秀就是這麼個情況 所以那個時候他的想法挺簡單 能有30亩地一頭牛 老婆孩子日抗頭 那就足以 當然了 作為已經發育的年輕人 他還有一個夢想 那就是做夢都想娶到一位女人 誰啊 殷利華 殷利華 春秋時期名相管仲的後代 南洋當地的著名的美女 據說有一回逛集市 劉秀意外見到了這位美女 從此是魂牽夢繞 欲罷不能啊 那麼他娶到殷利華了嗎 按說以劉秀原本的情形是不可能的 因為當初的他沒錢沒事 但是後來情況有了變化 那就是隨著王莽政權的沒落 劉秀跟著哥哥劉衍起兵之後是生命日顯 由此他夢想成真 把殷利華娶回家了 那麼為什麼說劉秀到底是渣男還是情聖有這麼個命題呢 這就要說到後來的變化了 史料記載 新莽帝皇四年 也就是公元23年 西漢宗室劉璇被陸林軍的主要將領擁立為帝 史稱耕史帝 對於這件事情 劉衍和南洋的劉姓宗室是極為不滿 可是迫於聯軍當中 陸林軍人多勢眾 又有王莽大軍在前 劉衍只得暫時忍耐 接受了大司徒的封號 劉秀則受封為太常偏將軍 當然對於劉衍 劉秀兄弟的不滿 更史帝劉璇心知肚明 所以後來呢 他很快找了個機會 就把劉衍給殺了 這個時候劉秀一看形勢不對啊 只好遠走河北 以避風芒 注意 就在河北 劉秀做了一個重大決定 什麼決定呢 當時劉秀到真定王府求親 並且以隆重的禮儀 以正妻的身份 贏取了真定王劉揚的外甥女郭勝通 也就是後來歷史上所稱的光武的郭皇后 這時期其實離劉秀迎娶殷利華的時間還不到一年呢 當然 時間不是問題 問題是身份啊 我們知道 按照中國人的婚姻傳統 一個人只能有一個正妻呀 那您想 劉秀娶殷利華的時候 一個未娶一個未嫁 殷利華什麼身份 當然是原配正妻呀 可是不到一年時間 劉秀怎麼又能再娶郭勝通為正妻呢 當然 這不是說劉秀不能以正妻的身份贏取郭勝通 但是你必須得有個前提 那就是你得修妻 修掉殷利華也就可以這麼幹了 可是史料當中並沒有提到劉秀修了殷利華呀 那麼既然已經有了原配 為什麼劉秀還能以正妻的身份贏取郭勝通呢 咱們下節說 上節說到劉秀在已有原配妻子殷利華的情況之下 又以正妻的身份贏取了郭勝通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學者分析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是劉秀隱瞞了婚史 這是個陳世北 是吧 他已經娶妻了不告訴別人 可以想像啊 如果當時劉秀說出已經娶妻的實情 那要以正妻身份贏取郭勝通 他只能修妻 可是他願意嗎 肯定不願意呀 因為他曾經說過一句話 娶妻當為殷利華 這說明他對殷利華是發自內心的真心喜歡 真愛 但是不修妻就不能以正妻身份贏取郭勝通 他願意嗎 也不願意 因為不以正妻身份贏取郭勝通 他就無法得到真定王劉陽的支持 而沒有劉陽的支持 劉秀不僅無法成就罷業 甚至很有可能在河北無法立足啊 怎麼辦 他當然只能是先隐瞞婚史 這是一種可能 那麼另外一種可能性呢 就是劉秀雖然對真定王劉陽說的實行 可是劉陽堅持劉秀 要以正妻身份贏取自己的外甥女 劉秀沒辦法 為了得到劉陽的支持 他只能接受劉陽的脅迫 當然 不管哪種可能性 從今天的觀點來看呢 最後的事實都是劉秀對不起兩邊 但是 您可千萬別以為 是因為這件事兒 後世才有人認為劉秀是渣男啊 為什麼呢 實料記載 劉秀迎娶郭氏本是一場政治婚姻 但就婚後表現來看呢 劉秀對於郭聖通一直是寵愛有加 他們不僅共同生下了五個兒子 老大老二老三都是郭聖通生的 而且劉秀登基之後更是册封郭聖通為皇后 那麼劉秀又是怎麼安排原配殷利華的呢 劉秀登基稱帝之後 把殷利華接到身邊側封為貴人 不久之後 殷利華生下了劉秀的第四個兒子 也就是劉莊 應該說 從劉秀登基之初前幾年的情況來看 他做出這樣的安排還算是合情合理 為什麼呢 原因很簡單 那就是雖然殷利華是原配 可是郭聖通也並不是小三 畢竟劉秀當初的確是以正妻身份迎娶她的 更何況劉秀後來之所以能夠一統天下 沒有郭氏娘家的知識 還萬萬做不到的 那麼既然劉秀這些安排算合理 為什麼後世又會有爭議 有人說他是渣男 又有人說他是情聖呢 這個呢就得說到劉秀的廢後了 建武17年 光武帝劉秀突然下旨宣布 廢除郭聖通的皇后位 改立因麗華為新厚 注意 劉秀的這次舉動 在歷史上是一件稱得上非常蹊蹺的事情 怎麼呢 首先 無論是廢後立後都是大事 應該分別下詔 詔告天下 可是劉秀的詔書卻是廢後立後合而為一 兩件大事在一份詔書裡就說完了 不光如此 他在詔書裡還明確下令 說這件事情是異常之事 非國修服 不得上壽稱慶 就是說呀 本該普天同慶的 心厚策立這件大事 也就以這麼一尺文書 巧無聲息的給了了 奇怪吧 不光這件事奇怪 就劉秀為什麼要改立皇后 更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詔書》裡怎麼說的呢 《皇后懷之怨對》 諸為教令 不能俯循他子 殉掌義士 功為之內若見英瞻 既無官居之德 而有屢獲之風 其可脫以右股功成名次 意思是說 郭聖通總是心懷怨恨 有為負德 不能教輔其他皇子 還說郭聖通像英瞻一樣 就是一種猛琴 為了防止外戚干政的事情重演 所以必須廢了他 那麼事實真的是這樣 從史書記載來看 郭聖通其實除了因為劉秀一些 不恰當的言語 鬧過一些小别扭之外 並沒有所謂的違理行為 而劉秀以英瞻來比喻 對他明顯是泰國刻薄 那麼劉秀究竟是因為什麼 要廢掉郭聖通呢 說劉秀是渣男的人認為 劉秀廢掉郭聖通無非是個人偏愛 因為到建武十七年 郭氏已經失去了所有的政治價值 劉秀廢掉他不過是過河拆橋 那麼說劉秀是情聖的人呢 當然是因為他歷經閃轉 終於給了原配一個最尊貴的身份 只不過劉秀沒有想到 他這麼做有一個人呢很看不慣 誰呀就是慢慢長大的劉莊了 前面說了劉莊打小就非常叛逆 劉秀叫他幹什麼他總是反其道而行之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呢 因為他對於父親的所作所為很不懈 當年為了罷業父親可以拋棄母親幾年不顧 而另娶他人 可是在那個女人失去利用價值的時候 父親又毫不留情地把那個女人又拋棄了 在少年劉莊的心裡邊 他很不屑於父親的這種做法 所以他要跟父親唱反調 那麼劉秀為什麼最後還要把地位傳給他呢 原因當然很簡單 因為劉莊是他跟原配殷利華的長子 只是因為兒子叛逆 他只能夠以反話的方式 來達成自己歸葬盲山的心願 那麼劉秀的願望得到了滿足嗎 我告訴你 事與願違 怎麼呢 因為劉秀沒有想到劉莊繼位之後 突然覺得自己一生都在跟父親作對呀 這讓他感到很慚愧 所以這一次他想要認真地尊重一次父親的意願 於是在劉秀去世之後 他真的就命人把父親葬在了黃河底下 只不過當劉秀的陵就剛剛安葬入水 卻突然出了一樁怪事 那就是黃河水突然改道向北而去 結果把原本藏在水下的陵墓漏在了岸灘上 從此光武帝劉秀的元陵就留在了王山與黃河之間 這就是民間所說 鐵蟹村這座龐大的陵園就是光武帝元陵的由來 當然 關於漢明帝之所以 為父親劉秀選擇水葬還有一種說法 那就是防盜啊 眾所周知 1968年5月 河北滿城的漢中山敬王劉勝之墓 有了震驚中外的考古發掘 金履玉衣啊 1973年 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了 絲織品 博書 七夕等一物三千餘艦 甚至還出土了保存完好 尚有彈性的墓主遺體 堪稱奇蹟 2015年11月 江西南昌發掘的 西漢廢帝海魂侯劉鶴之墓 那更是價值重大 舉世震驚 出土文物多達一萬餘件 不僅有數以千計的竹简 墓讀 讓《倫語》《易經》等古代文獻 在兩千年之後重現天日 還出土了整套的樂器 大量工藝精湛的錯金銀包金流金 車馬器和漆器 為什麼漢墓總有如此重大的發現呢 這是因為從周代開始 中國人就特別重視墓葬的規制 而到了漢代尤其是西漢 隨著國力強大後葬 已經成為了一時日習俗 漢代的人特別重視這個後葬 就是說人死了以後 他就要把他生前的所有的 這種東西都帶到地下 而且也祈求在死後生的靈魂 包括他的後代 永遠能夠享受這種待遇 而後葬之風盛行的同時 墓葬防盜也是當時人們必須要考慮的 畢竟讓仙人在地下世界不被打擾 才是對仙人最大的孝道嘛 所以自西漢起鑿山為陵 家住風土等防盜手段也是層出不窮 有人認為光武帝劉秀的員陵 最初被安排為水葬 可能也是出於這種目的 然而您不知道 黃河岸邊的這座龐大陵園 真的還不一定就是光武帝劉秀的員陵呢 專家提出了嚴重的質疑 前面說到 雖然當地民間有傳說 說鐵蟹村這座陵園就是光武帝的員陵 可是有專家卻表示質疑 為什麼呢 因為按照傳說 光武帝劉秀到駕崩的時候 別說建陵了 就連陵紙都沒有選好 對吧 要不然他也不會說什麼 不要把自己葬在芒山這種反話了 可是按照漢代傳統應該怎麼樣呢 《禁書索林傳》當中就有明確的記載 說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靈 天下共赴分為三份 一共宗廟一共賓客一沖山林 也就是說呀按照傳統 漢代幾乎每位帝王都是在繼位之後 不久就開始要營造自己的陵墓了 所以從這點來看 說鐵蟹村這座陵園就是光武帝的員陵 那是站不住腳的 這是其一 其二 《史書帝王世紀》裡有關於光武帝員陵的記載 說光武帝的員陵位於什麼地方呢 距漢魏故城約十五里 注意啊 漢魏故城就是原來的洛陽城 東漢三國時期的魏以及西晋 北魏政權都在這裡建都 它在哪呢 在今天洛陽市東面十五公里的地方 南臨落水北靠芒山 也就是在芒山的南面 從這點來看呢 蒙金鐵蟹村的這座陵墓距離 漢魏故城的禮數 那肯定是遠遠超過了史料裡面寄的十五里了 還有 這本史料裡還說了 元陵在林平亭之南 而林平亭在哪呢 據考證 林平亭應該在芒山的宋莊鄉一帶 而並不是鐵蟹村這個地方 當然了最關鍵的一點還是所謂水葬防盜的說法 完全不可信 為什麼呢 因為古人對陵墓尤其是對地陵啊 最忌諱的事情就是滲水啊 舉個例子 清朝皇家陵園分了東陵和西陵 東陵是由順治皇帝確定的陵旨 按照清朝組織 兒子死後應該葬在父親身邊 那按說就不應該出現西陵了吧 可是後來雍正卻重新選了陵旨 把自己葬在了西陵 因為這件事民間一直盛傳 這是因為雍正上臺時竄的位 他死後不敢跟父親康熙站在一起 可真的是這樣嗎 事實上不是這樣 雍正登基之後 首先給自己選的領旨啊 在九鳳朝陽山 九鳳朝陽山在哪呢 就在東陵 只不過九鳳朝陽山的領寢開宮兩年之後 工匠發現那裡地下水太多 無法防止地宮滲水 結果呢不得不重新選旨 為什麼呢 因為古人相信這個領寢滲水啊 不僅會損害死者的遺體 而且對後世子孫也極為不利 再說了 古人的風水理論怎麼說的呀 說帝王澤陵應該是枕山登河 而不是躺在河裡 如果說為了防盜而把先帝的陵寢 安放在河裡的話 這是說不通的 那麼如果說鐵蟹村這座陵園 不是劉秀的陵墓 這又是誰的陵園呢 專家認為這裡誰的陵園都不是 什麼意思啊 據魏書記載 北魏太和二十年下 帝迎方澤坦於河陰 遣使者以太勞 暨漢光武及明章三帝陵 這段史料說 北魏孝文帝曾經在黃河岸邊 見過一座方澤坦 用於對漢帝的祭祀 所謂方澤坦呢 就是古人在河灘平坦之地 以土鑄建起高台 用以祭祀的地方 而蒙金鐵蟹村一代呢 北魏時期正屬於河陰之地 是洛陽以北黃河南岸最大的 澤中平原 正符合建造方澤坦的要求 另外呢 據專家仔細考察發現 這座陵園 雖然經過長年的風雨沖刷呀 現在看起來大概是圓的 但是還是能找到它方形的痕跡 所以專家認為這座陵園 應該就是北魏的孝文帝所住的方澤坦 只是從宋代開始呢 因為民間傳說 還有一些古代的學者認定 以至於後世把這裡誤當成劉秀的圓陵了 那麼這裡不是圓陵 真正的圓陵又在哪裡呢 來看這個地方 2009年 漢陽市的一條高速公路要改建 按照工程規劃 這條公路 將橫穿盲山墓葬群的所在區域 為此 考古專家們對幾座大的墳種進行了考察 而就在這次考察當中 專家認為 這些墳種應該是漢式地靈 只是因為年代太久了 他們到底是誰的靈體 現在誰也說不清楚 那麼劉秀的圓陵會不會就在其中呢 劉秀曾經說過 我無意與百姓後世都應該遵照孝文皇帝制度 務必減省 劉秀所說的孝文皇帝就是西漢的文帝 漢文帝葬在哪呢 漢文帝與窦皇后合葬的霸凌 跟西漢其他的地靈的不一樣 他沒有迎見巨大的副斗形墳丘 而是藏在了山裡 專家認為 根據這種說法 劉秀對於自己的墳葬的行制 很有可能也採取了這種方式 在盲山上選擇一個地方 然後模仿山丘的自然形狀 並引入流水久而久之 靈遠與周圍自然就融為一體了 之所以這麼做呢 一來是為了節約人力 節省開支 二來也是讓盜墓者很難發現不是 從而達到防盜的效果吧 再者呢 就是這種思路 其實與道家所主張的清靜無為 回歸自然也是暗合在一起的 中國古代的獨城之中 令物之中 都有一個自道思想 叫天人合一 一 與山川自然融為管通 注意了 在盲山以南 漢種鄰區 一共發現了五座這樣的獨立大種 其中四座從北到南一次排開 包括三十里鋪村的大漢種 平樂村的二漢種 三漢種 以及劉家井的大種 現在我們腳下的這座蜂桶墓 俗稱大漢種 在它的南部一次有二漢種和三漢種 而專家懷疑大漢種可能就是真正的 劉秀牧原林 為什麼呢 因為根據考察 大漢種形制不僅符合劉秀遺詔的要求 而且和其他漢種相比 它所在的位置最高 規模最大 其他東漢地靈均在其周圍分布 這符合東漢開國皇帝的地位 另外 宋莊鄉的位置和漢位故城的距離 也符合史書 所以專家做出了這樣的判斷 結合目前的考古情況和文獻的記載 我們認為半漢種很可能是 東漢開國皇帝劉秀的原林 當然 事實是否真如專家的判斷 還需要今後的考證來確定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從東漢開始 中國古人的墓葬 開始從後葬向伯葬轉化 劉秀身體力行 這是值得肯定的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是這些了 關注欄目的官方公眾號 江西衛視經典傳奇 掃描屏幕下方的二維碼 您不僅可以觀看 往期精彩節目視頻 還可以參加各種線上線下的活動 咱們下期節目再見